抱歉嘛 現在是不是整身都會 蠻紅的 她就紙了 妳去 她就紙了 妳說小姐妳沒有放鬆 我什麼都放不下去 妳好 那些嘴巴張開 她就叫我 嘴巴張開 然後她就放進去 放進去我更緊張 怕一下有沒有 因為女孩子真的很不喜歡看內症 包括我到現在 我都可以不看 我就盡量不看 所以我就盡量 到現在都還不結婚 我就試試看 你別使用 只要看到他變皮膚是不是 只要說 我就一個印象 就是我十九歲的時候 真的是超尷尬 因為跟朋友去洗衫溫暖 那我不知道 因為想說大家都坐 我們就坐了 也沒有去鋪個什麼毛巾 回來就感染了 那感染怎麼辦呢 又不敢跟媽媽說 媽 我 妳怎麼說 妳怎麼打死 就說妳學妹對不對 我想說 打電話問我同學 比較有經驗的那種 教男朋友那種 他說 我跟你說 這樣 一定是感染 我帶妳去副產科 我說 不過我不知道 去哪一間 我說 我媽媽有一間 她常常去 我說好 她會帶我去 等於傻傻了 不要說要跟女婦醫生 我們也不賣 一氣 醫生 那個臉部好像冰茶 那什麼 然後 然後 我那個 那個 哪個 那個 有一點那個癢癢 怎麼癢 癢的癢 這怎麼癢 沒什麼形容又癢 就是 非常癢 就是很癢 這樣 結婚了沒有 生活小孩 都沒有 好 進去躺著 我朋友就在外面等我 那我就進去 看他這樣 躺著 他就把它躺著 以前嗎 躺好了沒有 躺好了 好 我進去 好 進來 禮拜看了 我躺在這裡 他說 小姐 你有沒有看過內疹 我說沒有 他說 你沒有脫褲子 我怎麼看 我說 你快要脫褲子喔 那要不然怎麼看 對啊 因為你要脫褲子 我才看得到 你那內疹 要內疹 然後你的腳要跨上去 唉唷 躺躺 背心 我還很癢 妳知道嗎 也是很癢 照你這個應該 要復始來跟你 沒有 那個年代還沒有护褲子 那個年紀就腳跨著 他說 好 我現在要放那個鴨嘴進去了 我也聽不懂 放什麼鴨嘴 冷冷冰冰 對 你要直去 我不知道 他放在什麼花孔 你說小姐 你不要那麼緊張 你要放輕鬆 我說我不知道 你要給我放什麼東西 他說我要看這個 這個才能撐開 才能看裡面 我說好 這樣很抱歉 現在整個身體都會 不斷 他就直到你去 他就直到你 小姐 你沒有放鬆 我真的放不下去 你好 那些嘴巴張開 他就 嘴巴張開 然後他就放進去 放進去我更緊張 騙了一下有沒有 腳一押 牙齒就噴出去 好有力道 小姐 你看 彈到我中 你都擦在鼻孔裡 看完那一次之後 我真的覺得 我從此之後 我再也不要去洗衡溫暖 因為他也沒罪 從那一次開始 你就很少去做過 內診的檢查 比如說脂股抹片 症性檢查 現在有 就是脂股抹片 就是要做 這個要 這一定要的 對 我常常覺得 很多當下病人的抱怨反應 其實我們後面就會修正 他剛剛提到 第一個 以前是 不鏽鋼的那種壓嘴 其實他比較冰冷 冰冷 夏天還滿舒服的 冬天很暖 那為什麼你們不體貼 把熱水泡一泡在裡面 果然是厲害 其實我們現在有加溫器 的確有隔水加熱的那個 那是在泡 那現在因為用拋氣式的 拋氣式塑膠的 它比較沒有溫度 這個也可以改善 第二個他剛好提到 其實他這樣 小女生進去 其實他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以前也預料過 進去請他躺好 他就真的躺好 其他什麼東西沒做 所以現在基本上 都有護理人員陪同進去 像現在服務品質要好了 因為動不動 就會起糾紛 對 剛我發現 因為男醫師比較溫柔 對 男醫師他不會 那我那時候男醫師 在那邊看什麼 他一天看很多 我看他看得很不耐煩 對 然後要找陳寶醫師 他就會很溫柔 對待你 我就發燒 那家裡都沒有人 那我就聽我媽媽說 你如果發燒的話 你要泡越水澡 然後最好呢 那個水裡面把它加米酒 讓他就趕快 加米酒 快速地增加 你會躺什麼假的 對啊 這更加 就把它泡了一瓶米酒 然後就下去泡 我告訴你 那時候燒沒有退 差一點 就中暑快要掛點 就變得很呼吸 就整個 就更熱到一個極致 快要爆炸 全身像蝦子紅透了這樣子 天啊 那時候快要不能呼吸 有醉的感覺 對 就有一點茫茫的感覺 有點一下火 真的 這怎麼熟去給你 醉雞 一個姿勢不能太久 就是要換 我以前拍戲的時候 有一次拍古裝戲 就騎一隻馬 那個馬 好像打鼓勵氣笑 你知道嗎 就把我噴到我離天空好近 然後就摔下來 摔下來之後 我的腰 就整個只要變天舞都痛 後來有一個人就說 內湖有個那個 超過的重牌 波波波嗎 那個還透過黃清國氣 才約得到那個醫生 他去的時候 那個比那個酒店人還多 你知道嗎 你這小子很多人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去 去的時候他說 你這個已經摔到了 你的那個 是歪的 所以這有一個方法 他就兩個標形大汗 一個大概八十幾公斤 一個 我躺著 一個在我的腳尾 一個在我的頭 用那個繩子 對啦 捆我的腳 這個用我的繩子捆我這邊 然後我想說這是哪一招 然後結果他們就說 你準備好了... 一 二 三 就跑到那邊這樣 本來外面 本來我去救診的時候 因為我透過關係 所以我先去看 本來外面大概八十幾個 我哀那聲出來之後 我按摩都沒有 這就是太激烈了 那個五碼分屍 太難了 兩碼分屍 對啊 有好嗎 沒好 講得沒好 所以我就不知道 所以要先去照X光 什麼之類 我不懂 他的意思說 你脊椎有彎掉了 他想要把你拉直 對 我可以這樣吧 其實這樣不能這樣拉直 所以很多醫師叫我 沒事要吊單槓 對 還有家裡有那個倒推 對 那個倒立器就是讓你拉長 如果沒有倒立器就拉單槓 你不然問那個復健師就知道 其實我們復健科有個東西叫 拉腰 脊椎牽引 大家看過嗎 其實它是一個機器 會駕住一樣 駕住我們的腋下跟我們的腰部 然後用機器的力量 把這個椎間盤比較 拉開 拉開 減壓 但是那個力量是有設定的 就是我們看每個人的體重 差不多體重四分之一的 照樣開始拉 所以兩個標形大和兩樣拉 而且是突然的力量 其實我覺得是有危險性的 尤其沒有做過那個X光檢查之前 也有可能已經骨折了 或是已經有什麼問題了 再這樣一拉就變更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樣其實蠻危險的 所以我現在沒有做 對啊 我們還看到 妳就真的換性了 現在就是我的 不會 你沒看好 沒有 後來就是一直去看西醫 那就是什麼核磁共生也照了 然後就是 有做複健嗎 就是慢慢的複健 什麼眼瞳外線什麼鬼 就是都用 有一次我去找我朋友 然後朋友很... 就盛情款待 就說快點... 我們家的樓盤 那滷肉 海鮮都很好吃 你要先吃一下... 我們晚上才在吃雞 我說好吧 那就坐下去吃 就一直吃... 吃到大家都很開心 一直到那一天 全部回完家吃 我開始 吐到連膽子都吐出來那種 吐到頭腳最夠白 他有這個連喊... 我媽媽的力氣都沒有 是用爬... 爬到我媽媽的房間說 快點 快點 我真的快要受不了了 然後我媽媽班也把我送到急診 後來醫生就叫我要住院 我說這一個上吐下去 為什麼要住院 有那麼嚴重 上吐下去還不住院 妳要弄 我覺得上吐下去 你就弄一個直度 給我吃吃不就好了嗎 不行 你這樣有脫水的疑慮 你這樣會什麼休克 會昏倒 會什麼的 你一定要住院好不好 那我就住院了 那住院這期間 他可能用藥還比較溫和 我還是繼續一直在吐 吐到最後那醫生看不是辦法 他就可能給我一些藥止吐的 本來一直吐 一直拉 現在好了 要拉 拉不出來了 我每天一直 也不是辦法說 我現在更痛苦了 我說我現在拉不出來 他說他就給我一個 吃肯德基的那個塑膠袋 塑膠手套 他說 挖出來一顆 好像岩石這麼大顆耶 好硬喔 很硬 但是很硬耶 糞石喔 對 糞石 吃海鮮有什麼關係 應該沒關係 應該雞很久了 我們一般真正的腸胃科 小腸科醫師 不管內科外科 都會希望你在可以忍受的範圍 底下拉 拉乾淨 不要不拉 因為你為什麼 你現在好 因為你一直抱怨 他可能受不了了 所以他就開藥給你止蟹 可是止蟹會變成怎樣 你細菌就激在你肚子出不來 醫生啊 連續拉了三天 我那個褲子脫下去 馬上穿起來 又要脫呢 脫掉了 脫皮了 你還叫我不要求救嗎 那你幹嘛穿呢 你就不要穿啊 這馬上穿著馬桶就好了 他很難受耶 我跟你講 他這樣連水都拉出來 我知道你那個 你叫身體檢查 你喝那個蟹藥 醫師系好看 可是那個很沒有那麼難受 看電視會噴的 這個超太透皮了 是啦 那可能就是這樣嘛 反正無論如何 但是你細菌又激在肚子的時候 你整個肚子的發炎反應 又很厲害 你又會繼續脫水 然後你那些壞菌 跟那個食物的雜雜又激在裡面 久了之後他又縮乾了 就變你這種硬便 對 後來怎麼好 後來就是慢慢的 他就像我吃軟便的 要慢慢吃軟便 慢慢... 或是再把他排出來 想你如果沒住院 你再加關便是怎麼樣 真的 我唯一方面是不用穿褲子 有一次就是盲長眼 然後就緊急嘛 就趕快送去要開刀 就一直打... 然後醫生想說打了 他睡著了 然後台肌掛 掛他 這樣快點... 再包... 麻醉嚇 再補下去 他也是還要 阿嬤補他都要 要到沒辦法 你不能再補了 補了會過量嘛 後來醫生怎麼樣呢 是把我舅舅的手跟腳 是綁在那個床上 捏掛 掛到外面是說 夭壽裡面一個台肌 但是他這種喊 是不是有意思的喊呢 不見懂 真的是會痛才喊他 聽起來他是 舉步麻醉之下 對 那他有可能加了一些 症淨劑 但是不是完整 反而他會更像喝醉酒的狀態 那事後到底會不會記得 很難說要看狀況 那即使是真的 他是喝醉酒 被抓去開的啦 真的喔 對 那有時候 發炎反應比較強的時候 他可能那個舉步麻醉藥 作用不是很好 那就算是全身麻醉藥 酒喝比較多的人 可能稍稍也是會 比較不容易睡著 譬如說我半夜 要起來尿尿的時候 我就天旋地轉 前面都一片黑 我就昏倒 倒下去的時候 我的頭去撞到那個馬桶 那聲音大到 我媽媽跟我爸爸聽到 我媽媽就趕快跑來我房間 看我怎麼樣 就我就昏倒在馬桶那邊 好 他就把我送到醫院去 可是醫院說 這個要做深層的檢查 要來做一下身體什麼 現在目前看 是沒有什麼狀況 因為我沒有高血壓 我是低血壓 它有可能是貧血造成暈眩 但是你就是要去檢查身體 我就一天拖過一天 因為有的深層檢查 你要一整天時間要在醫院 要不然就是要三天的 更深層的 那我就想說 幹嘛那麼麻煩 要不然就這樣子 充其量我先去 測那個抽血 現在抽血可以檢驗很多的 什麼癌症什麼才40種 那我就去抽了 一抽出來去看報告 那個醫生跟我講說 你什麼都正常 可是你獨獨有一樣 就是大腸癌指數超標 超標到非常非常的異常 你要趕快去照大腸鏡 你知道嗎 去醫院要照腸胃鏡 要等十天 這十天心裡就很忐忑你知道嗎 於是大腸癌 我如果大腸癌要怎麼辦 就整天在家裡想說 我如果大腸癌我怎麼辦 如果大腸癌 我應該我的人生會變怎樣 一直在那邊跑馬 其實不會擔心 如果你是第四期 也不會變第五期嘛 真的耶 如果你是零期 也不會十天變成第一期 就是差不多 就很擔心嘛 最好是會緊張 對 後來好死不死 就有一天 等到第二天 我朋友打電話給我 你心情怎麼不好 我說對 我說 疑似大腸癌超標 什麼心情好 他說你生成年月日給我 我有一個生肚通年 馬上通 他就知道你有問題沒問題 我看了 趕拜託 不然我等醫生要等十天 你現在趕快看看 我說半小時 半小時就知道 這比醫生還好快 醫生都要看報告 割空嘛 割空 對... 後來我就在那邊等... 等到電話響了 我等... 喂... 我怎麼樣 那個叔叔說你 大腸癌默契 好... 後來不然我沒心情跟你開動了 我想了一些事情 我就電話掛掉 我開始我就想說 我房子要給誰 我現金要給誰 我爸爸媽媽 我怎麼跟他講 那我這什麼規劃 開始想東西 要墮落在哪裡呢 我什麼都想了 好 總算等到第十天了 我就跟我姐姐講 我說你跟我去 那好壞你都要跟我講 然後我一去 然後等麻藥都退了 我眼睛一張開 我就問我姐說我怎麼了 我姐說 你又怎麼樣 我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夭壽 我現在要跟他半年了 有息肉吧 沒有 都沒有 也都沒有息肉 秀惠姐姐講這個 那個大腸癌症 就是我們講的叫 CPA 大部分CPA正常只是在 假如是有抽菸的人 他說我超標20起 對 有時候可能是在5到7 但超過7我們認為 大概都一定有問題 所以就一定要先去檢查 那檢查的話 應該要檢查至少好多個地方 腸胃劑一定要做 肺部要檢查 因為你有抽菸 你其實CPA高 也有可能是肺部的東西 另外就是一些 肚子電腦斷層裡面一些 淋巴瘤啊什麼的 那些東西 蚵的會高 大部分都是 絕大部分都是腺體 所以說其實做完大腸癌 胃癌 警報應該暫時解除 但是我會建議說 你可以考慮再做一個 那個叫 不過我看你到現在也沒事 應該是很OK才對 對啦 還在呼吸啦 對 大部分的人就是 跟抽菸會有影響 是沒有錯的 所以他還是要做一個 前身比較精密的檢查 要做前身精密的 因為CEA高 我們一般腸胃科醫生 就會 因為有一些東西 你沒有做比較精密的 有時候你會漏掉 黃酸草新聞 對... 開直播怒狗酸民 是 姐你直播都很精采 我告訴你喔 我的人生 從什麼時候受到新聞 記者這麼樣的關注 好像是從李文Coco去 有這個嗎 對...Coco 是嗎 不是白雲哥嗎 不是 那個完之後 才是白雲哥 對 那自從白雲哥之後 開始我覺得 這些記者吃肉營養都會看我的FB 都沒有在吃白飯頭了 因為我今天說什麼 明天才有什麼 我說什麼就有新聞 是啊 所以就有酸民說 你很愛炒新聞喔 我說這位先生 你要知道 這是我的天地 我寫什麼 記者明天要登成新聞 他也沒有經過我同意 是誰在炒 我沒有拜託他寫喔 是 那我炒什麼新聞 譬如說有一天我說 朱莉靖是年紀輕輕的 我跟他做過幾次活動 我就覺得這個妹妹很怪 我說 怎麼年紀這麼輕 好人不長命 禍害一千年 結果有個酸民說 那我活著你說我是禍害喔 我說 那我請問你 你活千年了嗎你 不是 我講 因為他書讀的不多 要原諒他 他有些用詞可能不當 對 你知道嗎 你知道好人不長命 那不就叫詛咒別人嗎 對不對 前一陣子不是那個嬌嬌 他不是生了一個女兒 他都固定一個時間 就會PO照片 酸民說 有什麼好PO的啦 每天生你不煩嗎 什麼的 我就 關你家屁事啦 莫名其妙 你家有狗有貓 你也可以PO啊 為什麼人家PO 我們是公眾人物 PO一個什麼 對啊 公幹嗎 不會 當公眾人物 這麼辛苦你就退休啊 不行啦 你這樣子真的太上智了 我們就要對抗他 上智 對 我告訴你 我到時我都會這種個性 是 除非你看不慣我 你就比我先死就好了 真的 我為什麼會開罵 是因為我的店門口 幫我媽媽弄一個小小的花圃 就有一盆花就被偷走 我媽媽那個人就很愛花 那每次我看我媽說 我那盆子我很尷尬 怎麼會把我淘汰掉 我三天都睡不著 你聽你媽媽這樣講 你會心疼嘛 那我直播就說 客人 你如果吃到一個人間 很大 吃到好花好笑 會躺一躺 一盆花 百多元 你如果買不去 你如果沒有去洗洗的 我就看 我媽媽每天洗洗都不好 那因為那個有一個空位 我媽媽就買了一個房子 模型的房子放在那邊 買一個房子 掉一盆花 買一棟房子 買一個模型的房子 我問我媽說 你為什麼要把這個 模型房子放在那邊 她說我想要花 趕快回家 你會不會很生氣 好心酸 在開槓 你他媽的 我跟你講 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再拿花回來 我就去警察去告你 怎麼告 你又不知道誰拿的 我就去告 我就去告 掉監視器 對 你有監視器 因為我有電 我有實體 電門口有監視器 對 所以我就去告的時候 那個警察就從各個角落 就是我家 我的店 方圓 看到我的店的視角 所有的監視器 都掉 都掉 都掉呢 就看了一個禮拜 那個警察來找我 她說 楊小姐事情是這樣子 我跟妳講一下 看來看去 都沒有人拿花 真的假的 沒有人拿花 花會屏東消失 她說 只有你媽媽 找人牽放這裡 我媽媽什麼的媽 媽媽不可能把花拿去藏吧 她說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 這盆花在這邊 你媽媽把這一盆花 移到別的地方去了 移到這個地方來 放著 然後你媽媽就走了 隔一天來 你媽媽就說花不見 那你不是白罵一場 你看看 你看看 無聊嗎 不是無聊 這真的很生氣 看到老大人這樣煩惱 其實我都不要帶給我們這些 這些 這些警察人員麻煩 其實乳房的部分 也常常有這種害羞的狀況 不過一般我們還是會要求 就是說現在所有的看診 旁邊都要有護理人員 然後我們 因為不然的話 容易有一些 糾紛或誤會這樣子 不過還是 女孩子還是很害羞 20歲的一個女孩子 那她就是由媽媽帶進來 然後問就是說 要看什麼問題 都是媽媽回答 媽媽說她乳房 有一點狀況這樣子 那我們就請她先進去隔壁 然後請媽媽在裡面 然後護理人員跟她進去 然後把衣服脫掉這樣子 我們要檢查 那結果我一進去的時候 她雙手就這樣抱胸 然後抱胸的話 你要檢查胸部 你這樣是不可能檢查的 那護理人員就要幫她 把手拿開 那結果她就 把護理人員的手甩掉 然後就說她 要跳起來要不要檢查了 然後媽媽就說 不行 你一定要看 明明有那麼大的問題 然後結果後來就看 他們一直在那邊講 魷魚不定 我後來就直接說 那要不然你們先講好 你們講好的時候 我再進來 那我們就先再去隔壁 看下一個病人 我們在隔壁整間話聽她 然後我就說我不要看 你幹嘛讓我給人家 摸摸給人家看這樣子 你並不看怎麼可以 就這樣這樣吵來吵去 然後我再看下一個病人 其實有點尷尬你知道嗎 病人就覺得隔壁發生什麼事情 那到後來她終於願意 願意檢查了 那結果後來檢查的時候 其實她乳房有一個 七公分的瘤 那那個七公分的瘤 其實你怎麼可以不處理呢 這個是有媽媽在的 如果單身女子去 她這種抗拒怎麼辦 她就真的不看 我們會請病人 做好心理準備再來 所以那個開道的時候 我還特別交代 全部的護理人員 就是全部都要女生 然後把媽媽醉 讓她睡著 全部都好了 我再進去 那結果開下也是一個 那種葉狀肉瘤 其實她看我的時候是 那個七公分 但是她長的速度會很快 如果你兩三個月不處理 她可能長到十公分 這麼快 她是良性 她也有惡性的 那她運氣比較好 是在良性 別忘了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我認為大家應該載了 讓你再看 一次影片 很準確